今天來開箱澤田外葬雨衣 我們打開之後啊 LOGO一定是在左右兩邊的側面 找到LOGO以後啊 我們的拉鍊處兩邊都把它分別打開 之後我們搭建的時候 就是左右兩邊我們各一個人 拉著 往後 向前走 拉到底套上 我們前面拉上以後啊 再來就是我們調整一下旁邊 把它放到相對應的位置上 搭建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我們的圖案 一定要在左右的兩側都可以 這樣子就是我們快速搭建的雨衣的行程 雨衣搭設好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外面的時候 像這邊我們保持一點距離下釘 讓空氣可以做流通 窗戶也可以打開 很多朋友在問說 我們搭雨衣的時候 側布還可不可以用 答案是可以 我們可以先用一個火結 打一個火結 然後套在這邊 稍微先把它固定 套完以後我們前面這一段 再穿過前停布 然後再把它拉上來做個固定 然後這邊我們再打一個結 我們這邊搭建完以後 這裡你可以繼續連接側布 然後下來 你就算有雨的話 這邊也是可以當做一個遮擋的心事 我們側邊連接布放下來以後 裡面也不用再拉水線了 只要這邊邊邊拉下來 讓它水往這邊走 順著側邊布下來就OK了 我們等一下示範一下 如何利用雨衣在下雨時收帳 我們這邊側邊的形式就是 一樣在上面的時候打個火結 然後前面再留一段 可以穿過這邊 這時候我們要收帳 我們先把前面邊布的線都給它放掉 然後潛艇可以先放下來 我們潛艇放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模擬下雨天收帳的形式 來 走 進來以後啊 我們一樣側桿先收 現下以後 空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在裡面的收帳 我們這樣子輕鬆的收乾脹就好 也不會再臨時的 港仔 南路